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切斯,美好的一天 今天是我这一年里觉得最幸福的一天 可莱蒂对我说,后天我们可以一起去看国王 母亲也答应我要带我去瓦尔多科大街幼儿园看看 而且,我还听到一个好消息 小石匠的病要好起来了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天空很蓝,树上的内牙特别漂亮 连我们平时很严肃的老师,今天心情也不错 今天,他一边在黑板上给我们讲解问题 一边跟我们说着玩笑话 街上传来铁匠打铁时叮叮当当的响声 面包房的女人哄婴儿入睡时哼得摇篮曲的歌声 远处军营里的号角声 今天似乎真是个令人高兴的日子 连丝带地也是笑珠颜开的 这时,老师也停止了讲解 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美妙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老师望着窗外 用舒缓的语气赞美道 微笑的天空 歌唱的母亲 劳动的诚实人 学习的孩子 这一切是多么的美好啊 放学时 我们排着队 迈着整齐的步伐 放声歌唱 我看见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女老师们相互开着玩笑 像小孩子似的蹦蹦跳跳地跟在学生们的后面 家长们也喜气洋洋地 笑容满面地交谈着 科罗西的母亲还特意往自己的菜篮子里放了许多紫罗兰花 母亲正在街上等着我 我一下子扑到了她的怀里 对她说 妈妈,我特别高兴 为什么今天我这样的高兴呢 母亲微笑着说 这是因为春天是美好的季节 而你的心里又充满了善良啊